在直播 在直播 又是不出聲 開球還沒有? 拍一下他 沒說髒話 難得 已經開了 真的沒說髒話 玩具TV第9季 第3集 嘩 都是爆數 不過爆數的牌不見了 怎辦呢 看到台面一堆玩具 同樣地 我們都不會說完 因為今天的主題 剛才已經盡量在Facebook 就是 什麼 玩具能保值 其實我很討厭這個主題 因為我一向覺得玩具是用來玩 不是用來保值 我專門的 其實坦白說 你把保值兩個字 換成炒賣有什麼分別 題目和內容 我是想不到有分別 我是想不到有分別 既然定了 我跟回玩法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會問這個問題 他的食招 要保值的是 食招 你可以繼續看 我也是叫你食招 還有最重要 有一句話要說 既然這個題目這麼刁考 所以 頭考 剛才 或者將會說的 內容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代表個人立場 所以我再重申 我最討厭玩具 要說保值 浪費 但是有很多讚 你說我這段時間 就有讚 謝謝 好 說回了 保值 有什麼保值 有分別 發表一下 我突然間 拋我來 我接不到 這樣才好看 太突然 首先這隻有幫保值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很少看二手 但是你經常交收 被人認到是你 是嗎 是嗎 經常被人認到 我交收 不是 因為我之前說過 我儲玩具 就是一個款式 一個角色 通常只儲一隻 我覺得最漂亮 當然有些例外 就是那些三一 那些不知為什麼 鐵九萬六合 紅色你 自己黑色你 我還有幾隻 好像這些 Iron Man你不能選 你會多了幾隻 但是大部分我都是 我只會儲自己覺得最漂亮 所以你說保不保值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很貴 你會購買 又會放一些不想要的 其實很坦白說 玩玩具 有入有出 其實是健康的 就是一些舊的 沒有什麼叫做玩厭 就是覺得愛少了 其他人很有愛 你放了出去 然後你騰空更多的地方 去迎接新的生命 所以如果沒有了保值 就很慘 你會知道 玩具是越來越漂亮的 是 很少是以前的漂亮 當然有很少 但是 但確實是 永遠都是新的那樣 會比較漂亮 所以你說保不保值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你玩下去很保值 但是他最後會被新的東西打倒了 例如可能 他再版或者什麼 其實很多 當然 其實剛才說大致上 新玩具 那方面 但是你說真是一些 classic的玩具 例如說 COVA BLUMAR 大膠類 那些就真是 很坦白說 確實是在市場上 價錢 我又用回保值 是保值 對 確實是保值 不過當然 你要怎樣拿捏到 他最保值 那段時間 就是一個 question mark 是 我覺得保值的意思 就不是我們好像黃金 股票那種保值 就是我隨時可以變賣來換錢 而是可能你存好之後 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他是不會貶值 反而是可能增加了一些市場價值 而這個是導致你去 不是去 導致你去 那個topic是誰定的 我定的 有些尷尬 這個問題 導致你存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開心一點 因為 譬如我們最近 最近 原來我們 好朋友星會網 我不是賣公司 星會網 他們開了一個新節目 埃文和另一個 Spencer 他們開了一個節目 叫做玩具收藏家 那邊就說了很多舊的東西 是 大膠、合金 那些就是保值的 但是那個保值 不是說你可以追過通脹 或者是賺錢 而是那個玩具 不會越來越不值錢 甚至被show man 都沒有人要 反而是有些朋友 是想後追買回來 而且 也真的不介紹 那個節目是挺好看的 如果大家喜歡懷舊的東西 或者就是 一個特別的題目 我都很推薦 就是喜歡玩具 都真的去看看 不錯的 那邊就有些 懷舊玩具多 資訊性也是多 去訪問很多 不同的收藏家 什麼大Sir 盧Sir 盧Sir 其實很大班 我們都不認識 因為其實我沒有玩 我認識 我認識 我真的沒有玩 所以我那個保值 是專注於一些 短期內 一兩年會不會升 或者跌 那些情況 懷舊玩具 是不是 我知道有價 大家經常都會看到 幾十萬一隻 但是不是真的有時 很好看 有的 有的 都是那句 最經典的就是 POPPY那時候出的 金毛絲王 或者叫黑毛絲王 那個就是天價品 高迪安 另外 它有三隻 其中一隻 就是高迪安和金毛絲王 第三隻 那些就是神物 對 價錢沒有 對 對 還有你 好奇 都沒有去到球 幾十個 好像是二十幾個 我就太記得了 有什麼會驅使一個人 用幾十萬去買個玩具 錢太多 我又不敢說錢不錢太多 老實說 又是我不說價錢 其實我挺反感的 就是玩具和錢這麼直接的掛鉤 例如說 我追過的 就是 保值的玩具 就 有的 高達限定的模型 應該 上個月入手那隻 Iron Man 我十歲 那些 認真 純粹是為興趣的那隻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真的特別的是 我那三隻 SIC 那隻是我曾經的怨言物 那麼 就算更貴 可能也真的會想買 那隻是我肉痛的 買到肉痛 我真的肉痛 但沒辦法 但這個Edward給了很好的 這個適合你用 是跟女朋友說 嘶 我老婆知道 我那些玩具是多少錢的 幾萬就是幾萬 是幾萬 我不會騙我老婆的 老實說 因為你經常提女朋友這個字 問我沒有女朋友 就是要提德哥 就要提沒有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所以我沒有女朋友 她說好笑 有些人說 又說不會放 但有愛就不會買 沒有愛就不會買 買多就不會放 失了 跟你差不多 其實Sunny 其實Sunny 在Facebook 真的是朋友 我見到她很多 都跟我的想法很相似 我跟她的想法很相似 但是你知道男人很差 愛是可以 是很廣 不是 你是愛如泉水 湧上來 就很急 然後水退的時候 又會沒有了 就是我們見過有幾位 譬如我們之前幾個星期 有些嘉賓 都是突然間很愛一個系列 就是這樣做 就像上次 是 我位姓蝕的位嘛 幾位 那就是 你會有些周期性的 我自己 就好一點 我對 我的愛是很泛藍的 那就是 比較像這個 段王爺 他愛好多的女人 但是他每一個女人都好愛 我會是那種 即不談烈烈的玩具 也有違放那 paranoe 當然 不過不要聽錯 如果摺錄那個時候就太嚴重了 你就覺得很厲害 你就 terrorist 被人結束了那一段 就是 zumindest 沒有字幕 好一點 有節目就麻煩一點 他會幫你配賣的 他會寫完英文 任文也有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哪些玩具 其實Brian 你跟零售業會比較接近 是 那玩具的保值與否呢 對零售業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真的 我剛才說是炒賣 炒賣和保值 其實跟玩具的人客去買的熱烈程度是成正比的 真的是成正比的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如果你沒有了那個追求的渴望 其實他們就會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好像你在街上吃東西而已 你不一定要去某間茶餐廳才吃的 你可能隨便一間 那你就會去 但是 就是一種物件 就是愛好品或者珠寶 手錶或者相機 你就是好像不買就不安樂 所以其實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覺得其實一定要製造一些氣氛是好一點 例如保值、升值 其實市場會比較熱烈的 我不怕說 如果沒有了這個東西 其實就沒有這麼熱烈的 一個是燃爛 你會看到很多的 譬如朗膠 或者叫藝術玩具 那些 其實我又想傾向藝術玩具比較多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 因為我剛才在深圳舌口那裡 那些就真的很貴 或者很貴也有 或者叫中價 但是那些玩具真的有一個 真的當藝術品那樣玩 真的有保值的程度在這裡 我也經常說 那個保值不是可以抵消通脹 而是那件物件 是不會變成一件垃圾的 不過我自然看 反而有部份玩具 它那個價值周期 其實挺短的 挺短的意思是 可能我今天這件物件 其實很坦白說 我挺想用這個藝術玩具做比喻 有部份 即是會場可能到現貨買 甚至炒到八倍 這是事實來的 八倍 但是到了下一年 一年左右 價錢就會再降回 可能當時的四倍 再隔一年兩倍 嗯嗯 然後就完結了 整件生日子 就是簡直是完結 這個其實是很同意的 直到有一天 那件事變成古董類 嗯 那些是經典玩具 就是你不跟POPP 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黑大帝 黑高敵安那些 你老實說 只會越來越升 那些又是另一個玩法 所以我同意德國的玩法 其實你玩得久 或者做得久 參與得久 其實這個周期 我們其實現在是有銷售期的 三個月的高峰銷售期就完結 即是親產品落地 當一隻東西 三個月之後就沒有什麼人買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那隻東西是斷市 或者是好賣 就會升職 那可能就跟著那個說法 一年 兩年 然後那個價格就慢慢下降 到了有一天 可能是沒有人問也不行 是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問 那隻東西就會狂升 可能人人都擁有了之後 就不肯放 或者爛了 最深是 簡直可以說 其實沒所謂 舊的玩具 曾經何時 當EX合金頭炮 有隻黑三一的 即是那位設計師 是 Jordon Tuck 那隻 那隻黑三一最早期是 買回來應該是二千多的 八百八百 對 最高升過是八千八百八十八 但那隻是不是有他本人簽名的 有張卡 那個版本 因為它有兩版的 他應該是有他的簽名卡 那個很貴的 那個是Copy版來的 是的 不是親戶的 因為我有 那個版本是特別貴的 是初版來的 那隻初版 雖然也曾經炒過八千八百八十八 但現在我相信價錢已經回落了很多 應該 有卡的版本我很難不見 我只是見過一次 這五年來我只見過一次有交投 但是沒有賣出的 好像那個人放四五千元 沒有人要的 但是曾經是八千多有人產品 是的 又或者譬如 說一個沒那麼誇張的例子 就是俠金雲的巨靈神 那個Box Set曾經去過三千多 嗯 現在也是一千多元 是 所以變成LIFE CYCLE 也不會說太長 是不太長 就是打個秘譽 不要介意 就是1J 是 接下來我 其實我是看淡的 是 現在變成一個股票市場 是 我是看淡的 但是也是一句 喜歡合理價 你就入手了 我又覺得不需要玩玩具 你玩得這麼 哎呀 我要打算將來補值 買出去值錢等等 你不要玩玩具了 你去買股票了 其實這樣說 我 開始混淆了 就是那個話題裡面 混淆了補值和升值 補值是 我買回來多少錢 我買出去多少錢 但是你現在那個話題就是 我買回來多少錢 賺了多少錢 不是 我都不理解 補值 不是 是很奇怪 我覺得這件事開始變了去 大家是為了賺錢 或者是怎樣去看那件門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 你買回來我玩完 買出去那個錢 其實我覺得已經夠了 你不需要賺錢的 所以剛才說 就是你其實很健康地買回來 一段時間的愛沒有了 就是買出去 去迎接新的愛 其實我覺得是很健康的 是的 這件事其實真的很嚴格 很健康 就是你不要想著我賺人多少錢 就是我覺得是 我這裏來這裏去 就這樣 就是你當我過了手印 開心 然後我再換一隻新的玩具 就好像打我平手 我都OK的了 已經 是 SUNY 說 旋在炒 其實我覺得這個炒字 就是一個action 真的你是故意入手 甚至你是大量草貨 甚至你是去發一些留言 期望 唱淡 唱高 但是你普通玩家 如果真的升了 而你以一個高一點的價錢去放 我覺得是沒有後費的 就是 難道你沒有理由同學買家 沒有人想賺錢的 是的 這個賺了就是bonus 不過如果你說 剛才阿德哥都很清楚 其實很精闢的 就是有週期的 所以如果你想著我來 當一個買完之後 低買高賣呢 我就真的不建議的 但是為什麼我不怕說這句話呢 因為其實你這樣說 那些人都會繼續賣的 我只是說股票而已 股票 我有資格說我年紀大 我見過股票香港市場 跌過上上下下下 無數次的 股民都不斷繼續參與 是的 那你就知道 這個是 有強姦沒有拘捕到 差不多了 那些都是毒來的 坦白說 所以就 不要緊 因為你問我 我就不建議你大量去投入 打算可以賺夠錢 因為你有風險 還有 因為你有這樣看法 旁邊的也看到 旁邊的也看到 那到時候就倒閉了 其實很多時候你用好玩具 最後變成不值錢 所以其實就有點像 每逢Hot Toys有一樣東西 例如玩Hot Toys 你去到每一套Advengers的產品 通常你都很高的 為什麼呢 一去到Advengers 大家的情緒去到最高 又不是每個人去買 但是你看到很多獨立電影的東西 通常都會炒到飛機的 就是不要炒飛機 可能你多撿三成的價錢 但是 那些人的情緒就是這樣 就是跟你剛才說的 所以你說德哥就不喜歡 因為他作為一個玩家就不炒 我就覺得沒有的 你制止不了其他人 反正你也鼓勵不了他炒 其實那個雜性就是 人當然是看多點東西 賺多點東西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炒的都可以炒 波鞋都可以炒 衣服都可以炒 就是 滑都可以炒 所以這個是覺得 沒得說的 也不會制止到 或者說得多點就沒有人不炒 其實也不會 所以順帶又要慎一下 就是 為什麼我這麼討厭這件事呢? 就是有時候 一些 真是喜歡那件產品的朋友 你 零零碎是一班 是純粹為了錢的貿易 你走去 充斥了市場 令到一些真心想玩的朋友 要 真是要付出 給原本更加多的時間 或者金錢 甚至是心機 去 去 玩 就是 不是玩 是被人玩 說到這個地步 我想起TBanda Exactly 我真的想起TBanda 我真的想起TBanda 好歹我按到 我真的有編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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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編文裝 我真的有編文裝 大家看看我的編文 一千百百幾個字 真是自至有血有淚 所以跟樓都一樣 有很多年輕人想買樓 但是樓價提高 不要說那些人不買了 一樣 他們也是不好 不喜歡 為什麼有些人會把樓 炒賣 但是很多人摸頂 買樓床盤之後 有一件一萬元尺 就哭出來 很早的樓 真的很慘 所以看 適合買 喜歡買 你喜歡 一早就預訂玩具 你要有需要買樓 不是買樓 就不要起什麼價 這些人是最開心的 所以你說買玩具多好 不用供30年的負資產 多開心 其實我這裡買完 就這裡買完 先說回保值的問題 其實真的如果說 我想要分開兩方面說 第一就是想用合理價入手 我先不要說到保值 大家真的喜歡那件事 看到 你就去一些大型的連鎖店 先訂定 將來出了 無論是升和跌也好 你自己也叫做用合理價入手 我覺得是最健康的 這個玩法 真是說 要說回保值的問題 很坦白說 我相信沒有一件玩具 會是說 即是你從一個二手市場 去保值的 當然 講到剛才的lif cycle 如果你一件玩具 say 真是我玩三個月 我玩很快一件 每一件都是玩三個月玩厭的 我相信你出手 原則上都不會和你現有的價錢有好 除非他再犯 對 就叫做保值 我覺得 我只是說保值 我不是牽涉任何事情 賺錢 事先我不談 只是說保值 我自己會這樣看 其實你玩具 你想要 你就去訂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覺有件事 例如我訂玩具 到我 他真的跌了 其實玩具跌得多 他不會跌一倍 可能跌一兩三百 即是一倍 即是一倍 很少會跌得這麼厲害 現在的玩具 你很少見到跌 通常你跌百多元 兩百元 其實已經很多 但你想想他炒 可能炒一倍 所以你喜歡 你就自己去訂 不要在忙 什麼他會跌 或者等下跌價才進去 其實那些是人為因素 我不是說行家 有時候可能零售商 入多了 或者批發商 當時代理入多了 那他就狂跌 因為他要套現 但如果大家都按一個 很正常的平常心 去處理他的工作 或者他的生意 其實就不會有過多的供應 有時候就是因為大家看眼光 我想再賺多一點 哇 這隻蛋 入多一點 通常你見 第一彈 人們都會跌得多 因為知道第二彈出 第一彈會升 結果告訴他們 其實第一彈也是會跌 所以我覺得 有些叫保證換 就是當你在家見到他的時候 你覺得外面買不到 看著他們很開心 那些就是保證 保證就是你很開心 就是外面買不到 如果當日 不像阿嘉 那樣立正真相訂 的話 就沒有了 你就要給他很多錢去買 就好像有時候要後追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有保證的能力 但是保證 不是那種 money value 不是那種可以變錢 就是千萬不要這麼想 如果這樣想 其實是痛苦 或者甚至是被人玩 對 給玩具玩 不是被人玩 當然是被人玩 對 不過再說一句 其實你說一件玩具 怎樣知道他保不保值呢 坦白說其實挺難的 就是打個秘密 一件好的產品 我又說Metal Bill 他也有跌倒的 Double OQ 出得漂亮了吧 正啊 關節緊 可換性高 千一 他最重要是代理自己催 不是玩家催 是代理催 這下你真是殺一個操守 沒錯 另外就是拿迷 拿迷夠正 配件多 QC好 多為千一 你哪有得猜 你這玩具夠出得漂亮 QC也好 所以有時候很難猜 這些Metal Bill 我覺得他催是代理催 所以其實和大家玩家人為沒有什麼關係 完全是代理殺下來的 所以也有句 變成你真是說要去猜測 特地在看 喂你快點上來 哈哈 我應該是請你導體更害 你要猜測一件玩具 究竟保不保值 其實某程度上也挺困難 就是我以前 就是我以前聽一個說法 就是如果那套動畫 譬如我們玩開日系那些 那套動畫是在香港流行的 譬如一些宇宙大帝 六十集體那些 就應該也有個譜 就是很快就會 那些人就會找的 那樣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最終你講的方法 其實你們講的才是對的 就是真正的生殺大權 就是在製造商 或者批發商 即是他自己的貨多 是 約了來香港 那香港就想了 他心情好 再犯你一下 所以你沒得說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是拿在回家裡 所以變了 所以近代的玩具 其實是很難抗升的 簡直說 因為好買它會再製造 甚至再製造更漂亮的Version 而更加漂亮 所以 Hot Toys Hot Toys 就是一出即暴聲 很多牌子都是這樣 當然 這個Life Cycle 也不算很長 也不過份 也合理 你真是說上神台的Hot Toys 其實真是屈指可數的 不過很有趣的 Hot Toys 真的像一種高檔的收藏品 在很多國家和地區 是找不到的 其實你看到 不是給大家知道 其實很多店舖在做的 其實有些過氣的Hot Toys 其實很多遊客來到香港找的 就是我們做店 他們永遠都是找消失了 有些人都說 全賽就不吊 消失了 有沒有那隻Batman 1比4 那隻Batman 那隻Batman 全部都是找不到的 但你看到是真的有市場 原來很多人是 觸碰不到那些玩具的 所以這玩具我覺得 也不值得 總之 你不要想著用來炒 政府都說 這些東西不是用來炒的 你升值是賺的 好幾開心 但你不要想它用來變錢 這種心態 我覺得是最健康 最開心 其實德哥你很開心 大家很開心 其實我也很開心 對玩具來說 因為我們不是想 去賺一些額外的錢 因為其實那些 投機的心態是挺重的 這個 沒有辦法 全民都是這樣 大家都喜歡投機 所以這個 每個人都穿了這個情況 我們覺得 反而我們不怕很坦誠 跟大家說 其實近代的玩具是很難升值 因為會再有好的版本 但反而有些意外性的東西 例如 舉例 某某大牌子 他出了一隻公仔 很漂亮 超值的 後來發覺原來是虧錢的 就是計錯數的 那些就是保值 其實我講到一些公司 有些朋友的公司 那些是保值 而且你找不到 那些其實我們看到 玩具TV 你會知道哪些是值得買的 真的 那些值得買的 其實如果你喜歡 你買 你其實是賺光的 只代表他是官人立場 哈哈哈哈 我就說 我只說Visio早期的機械人 你是賺光的 真的是賺光的 真的賺光 不是朋友才說 近期的那些呢? 近期 我不知道上升到 不,不知道上升到什麼價 說真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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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另外一間公司 不是另外一間公司 那些價錢 你就知道Visio早期的價錢 真的 他講得很清楚 是早期 哈哈哈哈 近期呢? 這是一個真理來的 因為你的價錢 如果本身已經不便宜 就說你升的空間也不太好 還有如果那個公司 他有計錯數的情況 那他就會調整的 你沒有理由 Expire一間公司 他長年做的事情 都是接濟災民的 反而就是 Sorry 講講這件事 Crew的那樣就是天地雙龍 他出了什麼火味 好像出了 還沒有 我看他好像出了 他只是上就出了地龍盒 是嗎? 量產 量產好 但是好像還沒排庫 你死定了 他講話就出 他這麼對 如果有留意 Crew有留意 這個會不會TV的話 麻煩 麻煩 你可以給你一點點意見 究竟是出了火了沒有 我印象中是沒有 還有很想看大火 這些大焦 在外國的收藏焦來說 是很值得的 是啊 哎呀 你知不知道 我在巴黎的 那個叫做 你發不到音的地點 我發不到 我發不到 你發到的 在羅佛宮隔壁 那個叫做 我直接譯一下 裝飾藝術博物館 是 竟然有兩隻高齡神大膠 在裡面 是 還有一隻 一隻 perfect grade的大英博物館 藝術品 大英博物館 都有鐵人廿巴 是嗎 是 是哪一隻 知道嗎 老師那隻 哪一個 POPPY 是 是 我看到兩隻大膠 還有兩隻 剛剛今天 就是有鐵戶山山的故事 就有遊客來到香港 就跟一個門外行家說 他要兩隻大鐵牛 我們之前我們開過的 很容易吃試試看 我們其實覺得太大了 一千多塊 其實是很值得的 但是我們 說真的 香港玩家是一般的 但是西人來到 我要兩隻 麻煩 他已經買了一隻 他拿到兩隻回去 送禮侍服 其實在他們心想中的價值很大 剛才有馬來西亞的朋友說 他說馬來西亞有些玩具是買不到的 有錢買不到 剩貨剩到怕 其實也是一個香港玩玩具最幸福的 價錢相對便宜 貨又齊 限定又易穩 關於剩貨的東西 你關於你也熟生產 因為問題就是我們所謂的剩貨 以我理解是否就是說 廠商出不切的量 或者中間可能有一部分是壞貨 出不了街 唯有把單的期間 譬如我預計了一千件 我暫時只能夠放到600件在市場 就結局剩下了400件 那這400件是否會補回給零售商的呢 我加多已經有東西發表 不過我先說了我的看法 有些是剩貨真的生產出了問題 有些貨不是很大量 譬如我真的有大概全世界有2000個訂單 那間廠可能真的出2100 其實他會計算一些選賣率 選賦率 但是如果真的計算錯數 或者那個貨是零誓難做 可能水果比正常預期多 那便要剩下單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廠商發覺市場有些不理性的落單 他們都會剩下的 什麼叫不理性落單? 就是這樣說 我不要說牌子了 就是有些牌子發覺 可能某些地區 例如是內地 平時全中國落一萬隻 但是突然那隻單落三萬隻 那廠就有可能會策略性地剩下單 就是舉個例子 因為那些單好像下了是沒有付錢的 零售商代是沒有付錢的 口頭落單 對,口頭落單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如果突然出了 他們沒有說走路 不要、棄訂、走單 那這個風險就落下了公司 還有再引申的不單是錢的問題 是他們的brand name、image 問題 這貨是周界的問題 所以看到一些不理性 投機性的落單 可能他們就會剩下 我聽聞有幾家公司都這樣做的 一家有沒有補充? 沒有,基本上都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例如剩下單 那些店舖其實有時是自己收過了 可能我代理商 其實我已經有周期給你告訴你 我幾號節訂的 然後他們繼續收 那收到最後那些 他收不到,他就照收 那到底你代理商會不會做多了貨 那最後他就照下 然後原來你下不了 那我就剩下那些單 就是他想賺盡他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有個期的 總之幾號之前你一定要付齊 那當然通常有寬限 可能我會再退一兩個星期給你 但是你過了 因為我已經開啤了 我開始做貨 沒有可能再加給你 但是那些人就會一路照收 很多時候都不聽的 那變了就會出現了一些情況 其實是那些零售商 自己不斷地收緊一些 剩下單的東西 那賣給你便不夠 不過我反而又是作為一個玩家的立場去說 我們平時聽到最多的說話就是 廠方剩下單了 我派不到 那這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藉口 其實又是發生什麼事呢 特別我針對Bandall 其實我要40隻 他只給我4隻 那些是很常聽到的 那我想Bandall應該有一點 因為我想他這麼大間公司 其實他應該有廠期的 例如我這間廠 這個週期 最多這個款式 幫你做了幾隻貨 可能他下面的人就繼續收單 然後他收完 我交回上去 因為其實他很多都是批上批的 那我還給我大批 然後我大批又給他那大批 然後發現原來最後分不到這麼多貨 然後變成了創侯吉他 因為其實他只有這麼多數 我每個地方就發了這麼多給你 那不就很尷尬 縱使我覺得這件事 我想拿多一點貨 但其實根本 我永遠的quantity都是十的 那其實沒有意思的 所以其實現在你會看到有些公司 就是個別有些零售商 就是說我不會開訂 有現貨我就買現貨 就是你看到某兩家比較大的 就是我那些款式我完全不開 他來多少我到時買 有你就來買 買不到就沒有了 我不會開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公平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能下多少數 就是你會聽到 例如開名例如精品 其實他… 不同早派的page才有型的 因為他根本算 他也不知道他能給多少貨 那麼我沒有理由開訂 我照收 例如我收得很厲害 我收得很多數 然後沒有了 那我到時怎樣退錢 其實他也很煩惱的 那你會看到很多就是我乾脆不開 你到時來買 有現貨的通知 其實也對的 大家開心 我去到我買到我立即買 對 我也試過去紅貓 去買現貨 我排隊 其實OK開心的 可能我排一個多小時 但是我立即給錢買走的東西 我不用訂 我覺得這東西沒有好為我的 最重要是不要被人剪掉 你訂了你沒有貨 你那時候才懶惰 這就是錢的問題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OK的 所以另外就是 為什麼貨好像擠牙膏一樣呢 在客人心目中 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Marketing的策略 因為你擠一下擠出來 供應少 所以在起步的時候 其實那個需求大 供應少了 你的價格就上升 或者有貨買不到 或者有人排隊買貨 但是我所知 有些時候不是故意的 譬如過年 過年其實呢 就是中國農利年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時間 就是為什麼呢 很多廠就會休息了 他們休息整個月 工人回到歸隊 其實不止 是的,過幾月 有些時候提早下班 譬如我們要練習 現在可能已經開始收到的 所以到過年的時候 廠家就想套演 人也想套演 那麼他又會很 不是被逼 就是很努力地趕一些貨產出來 但是有時候信得過程失措意 變得度度一些貨貨 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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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廠家品牌立場都好 起碼有貨牌線會支支支支支支支 零售商或代理商 有貨幣貨幣的話 又可以拿一些 導致很多貨幣都出不了 所以不是特地去做 我不排除有些公司很巧妙地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現在看來是iPhone也是這樣的 iPhone也都排不完的 可能在某些階段的需求 非常高於生產線的應付 但其實在玩具公司的立場 就不可以用一般量產的考量 所以玩具會比較多出現的情況 就是這些貨物是慢慢擠出來 通常如果你大型生產 每一批一批來就滿足過市場 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變成玩具是比較特別的 我還說蜘蛛盒都還沒拿 對,他剛才說蜘蛛盒我還沒拿 Ion Spider 我也沒拿到 但我好猴子 但差不多差不多兩個月了 對,你要問Hot Toys才知道為什麼 現在好像才是第二天上五單 第二天開店沒拿過那些單 對,為什麼你這款是這樣的 有很多原因 當然大家猜是很開心的 大家好喜歡買客戶 怎樣都好,保值 基本上,in sort 做一個很簡單的 summary 你要保值的,買回來 放出去也叫他平手走等等 其實應該沒有好情況 看那個lif cycle 這件事是說看那個lif cycle 如果你是說拿來炒賣的 那你就真的要很有眼光 很小心 對,還有一件好產品 不代表一定是有市場價值 對,所以剛才阿嘉說得很清楚 喜歡的,做了一點點訂購 或者你是喜歡那件玩具的 你才好買 真的不要說買完回來 要保值 看看你的保值的lif cycle 是去到多少年 我十年之後保值 還是兩個月之內保值呢 玩法已經是差很遠 對,還有少叔說到最後 因為剛才有師兄問 他說浪膠的值不值 大膠,古玩 和現在新出的浪膠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 要很細分 兩個不同的市場 如果你說浪膠 新產品不算很保值 但是古玩 classic的大膠 或者一些art toys 很保值 真是product by product 坦白說 你不能用製作的料子 和物料去衡量 我告訴你 很多浪膠 整個過程真的不是太複雜 真的不是很多工藝 就是我經常說 Figure是賣工藝的 真的 鏈出來 每一樣都是算得到數 但是如果設計師 騙開浪膠 其實就算不到這個數 是 那個relig adder在哪裡 就是你喜歡的設計師有多少 嗯 你欣賞他的藝藝藝有多少 明記有多少 那裡就無價了 或者有多少個人喜歡 或者他出多少 可能只有三件 每件不同 有一件是咬了耳朵 一些one off 這些是不能算的 有時候one off 也不值錢 我想說 所以你猜不到 你送給某個人 可能是不值錢的 但是你送給一個6月4人 就很值錢 對 所以這個位置大家要小心 我不建議大家盲目地去買 除非你真的喜歡 對 你玩具你喜歡就買 你又說到保不保值 其實真的不要想這件事 你玩具對於我 我說過自己 只有喜歡和不喜歡 喜歡你就買 不喜歡你不會買的 你不會傷害到任何人 對嗎 你訂的也不是輸很多 充其量你看到你訂完輸 你托訂 是 不要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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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店很慘 你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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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沒有托定 我只是這樣說 是嗎 真英雄 我托定 好 好 先說這麼多 因為很多朋友 對這盒東西很有興趣 對嗎 會開的 是會開的 我們可能沒有開直播 兩個星期 保留到百多萬 OK 厲害 百多萬 好 接著或者 就是開這個 轉頭 先開平機 監製 直落 你的電點 現在看不到 看不到 應該夠的 先做一個 好 另外大導演回來 還沒結束 OK 好 我們看了